23块9买进 到今天 三天的时间 礼拜二带你进场买 礼拜三 礼拜四 今天礼拜五 三天的时间 100万变128万 30C的洋志 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今天台股收周线 收得好不好 非常漂亮 你看台北股市今天 最高来到17253 你记得这个数字 不记得的话 记得253 253 记得253 涨82点 收盘涨37点 那这253 17253有多重要呢 来 我跟各位讲 你看日线你看不出来 这个日线 过了这个颈线之后呢 大家就说 这个底部成型了 但是这个底部成型 之后还带了一个 跳空缺口 所以是用一个 非常强劲的方式 急行军 这一波从17463点 跌到15975 跌到大家说完蛋了 多差各位 你看这个月线 有没有 10月份的月线 连续三个月收了一个长黑 这个低点 就是那天创到的15975 那你现在看月线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月线 一根的月线 快要吞噬 这三根连黑的月线了 好 那你看 我们不用看这根月线 你看周线就好 你看周线的角度 周线强不强 三根红黑 周线三连红就吞噬了 三连黑的月线 那为什么讲说17253很重要 你看这高点有没有 八月份的高点 17252 今天的高点 17253 这三根的周K红K 就吞噬了月线的三连黑 你说厉不厉害 短线涨了1278点 三个礼拜的时间 平均一个礼拜涨超过400点 这段期间亲爱的 指数上上下下的 我当时跟各位讲安国 有没有 这连买两次 拉上去 先出一趟 压回再接 又创高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都是在场边看而已 买 大碟 再买 给你信心 连买两次 均价42块钱 你一次买10张 20张就好 两根 三天三只涨停板 开心收钱之后压回再买 你前面已经赚了口袋里面了 你的资金就灵活了 再买一次 再涨 可是很多人一直看 一直在看 很多人一直在看 因为有自己的想法 今天安国最高来到 77块8 各位你错过多少机会 为什么 这种祖山蛋准备 喷出的股票 要不要好好把握 这个很明显告诉你 当祖山蛋出来的时候 带量量缩压回 已经准备去突破 大量区的 出生段的位置了 接下来就是往上走 这个没有第二条路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就好好把握 对不对 量先驾行的情况之下 量先驾行的情况之下 量缩压回 过了大量区 在这个地方 整理整理 接下来就是喷出 接下来就是喷出 你要在接下 准备喷出的时候去布局 没有行情我没有办法 但是也没有行情 我那时候跟你讲美元指数 是强弩之末 有没有 我说你不要再买美元 可是那时候 为什么外资一直卖 因为美元指数强 台币就扁 那台币扁的话 热钱 它就会流出去 所以这没有办法 事情 今年以来外资卖台股 扣掉这几天 之前到10月底 外资卖超过1000 接近1000亿新台币 应该不止了 那美元指数下跌之后呢 台币就扁 它的贬值压力就减轻了嘛 所以外资就回补台股了 所以指数才急行军 对不对 蹦蹦蹦蹦蹦 涨了1200点了嘛 这就是跟各位讲的行情 有大人在顾的行情 对不对 那这个联军 有没有 戏光子共同封装的 我9月20号买 强势股买在短线入市的时候 9月20买 51.5 隔天呢 10点半之前上市柜 只有一档股票涨停板 我昨天带你买联军 华星光呢 连叠三根跌停 连叠三根跌停板 一根两根三根 接下来 再过一天两天 我带你进场抄底 买在125.5元 在华星光波段最低 122元那天 进场抄底 各位 连买三次 我们先看今天华星光4979 有没有 那后来不是告诉大家 你不能买 那今天压到这个地方来 买点出来了吗 160块钱 这个地方买点 短线买点出来了吗 好 理由我就不讲了 反正我很清楚 所以各位 你想想看为什么 你看 很多人 扎了三根跌停板下来 吓都吓死了 停损了来不及了 我还在三根跌停板之后 隔两天 进场去抄底 然后涨到 180块钱 我说阳智像不像当时的华星光 有没有 你先回头看看 我连讲三天 到第三天平盘下 买点来了 23.9元买进阳智 礼拜二买完 一点钟 买黑的 平盘下 23.9元买进阳智 隔天全中华民国最强的股票 就是我昨天带你买的阳智 两天两只涨停板 两天两只涨停板 今天呢 最高来到30.65 28块9 到今天23.9元 对不起 23.9元 23.9元买进 到今天 三天的时间 礼拜二带你进场买 礼拜三 礼拜四 今天礼拜五 三天的时间 你一百万变一百二十八万 30C的阳智 各位你来看 你把这边你放大看一下 像不像一根黑K 两根黑K 三根黑K 然后呢 接下来两天 我带你买进 蹦蹦掌停板创新高 跟华星光 是不是像照相一样 一个黑K 两个黑K 三个黑K 两天之后带你买进 各位你自己看像不像嘛 你自己看像不像嘛 三根黑K抄底 对不对 羊智也是一样啊 三根黑K之后买进 涨停涨停 创新高28% 三天的时间耶 我常跟各位讲 标股每个人都有啊 谁比我做得更灵活 联军 买完之后隔天 上市柜只有他一当 他先涨停 他之前没有人涨停板 他一马当先 我买完之后隔天 他第一支涨停板的 华星光 最低那天抄底 安国 这些股票 他的含义是什么 你做得比我灵活吗 每个都有标股啊 对不对 但是很多老师 他不是这样告诉你的 强的股票天天不一样 天天追 追天天 追到现在 此处涨了一千 快三百点了 你一档股票都不敢买 为什么 你前面被定怕了嘛 那我这么多例子 这么多股票给你 你错过联军 你害怕 你又错过华星光 你害怕 那安国你看到前面两个了 对不对 那你就算再怎么样 后知后觉 联军华星光 没跟上 你安国一定会跟上 你亚强一定会跟上 你杨智一定会跟上 你随便跟上一档 杨智三天就让你赚28% 你随便跟上一档 还有很多 我获利入带的 我都没有办法写上去 还有很多获利入带 我都没有办法写上去 各位 所以我告诉大家 那放轻松了 这边这档股票 主圣诞准备喷出 好不好 跟上我们的布局 那当然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各位 你想不想用 涨停板的讯息 把你叫醒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先买 买完之后 涨停板 对不对 你今天买明天涨停 你今天买后天涨停 你用涨停板的方式 把你叫醒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股票操作 每个人心里有一把尺 可是那把尺 如果你拿来衡量你的操作 你没有赚到钱 那就是你的方式要改 好不好 标股每个人都有 谁做得比我灵活 所以下个星期 你错过联居 华新光 安国 你错过杨智 雅翔 杨智三天赚28% 三天的时间 好不好 立刻恰讯你的服务人员 跟上我们 我会用一个最没有负担的方式 帮助你 我希望大家就是 要记得一点 有行情 我带你赚更多 没有行情 我没有办法 那种最轻松 没有负担的方式 联络你的服务人员 让你靠近我一点 让我帮你 那顺便有些股票 我们把它集中集中 好不好 下礼拜有很多很多很多 精彩的股票了 就等你跟着我们一起进场布局 祝大家天天都有掌听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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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